海贼王,黑胡子为何不夺走艾斯果石?这三点,卡普一人都能团灭他。 海贼王顶上战争中黑胡子夺走了白胡子的恶魔果实之后的却是惊到了所有人,但是后来也能发现,黑胡子早就有收集恶魔果实的打算了。 艾斯的烧烧果实一直是他想要的。 不论是刚刚逃出白团就想要邀请艾斯加入,还是派巴基斯来到的雷斯罗萨的斗牛竞技场,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烧烧果实,这也侧面地说明了烧烧果实的威力。 事后用了大把时间,为何黑胡子不在顶上战争中顺便夺走艾斯的果实呢? 技术尚未成熟 黑胡子在给白胡子盖上布的时候,整个海贼团其实也做好了两手准备,要么直接步入四皇之列一飞冲天,要么黑胡子暴毙而王黑团解散,其他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所以能够得到白胡子恶魔果实的他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至于后续想要夺取艾斯的果实能力,还需研究一下如何让其他人得到。 总不能真的让他吃了三个果是不是? 夺取果实的时机 白胡子和荣原果实都是刚刚死去很快就会在能力者周围出现。 所以黑胡子有那么多时间用来夺取。 但是艾斯已经死去一会了,这个时候体内的恶魔早已经离开。 所以夺取过白胡子果实的黑胡子也没有机会再去找艾斯的果实。 白胡子连死去到被夺取果实即使都是连贯的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如果给大家一点时间反映一下也不会让黑胡子为所欲为,而且从有白胡子这波操作时候,海军还会让你来第二次吗? 当然不行。 后来红发香克斯也说过要带两个的尸体回去,不允许任何人再侮辱他们的尸体。 红发海军这两边都是这样,另外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爬普了。 艾斯被处刑爬普能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自己的立场是个海军,只能两边不包。 但是艾斯被杀的那一刻爬普再也忍不住了,只不过是战国压了下来,而如今爬普的眼中只有悲伤和不甘。 这时候如果黑胡子再不开眼做出什么侮辱艾斯尸体的事情,估计这个刚成立的黑胡子四皇团会被原地团灭。 所以黑胡子的确实不敢,在一直在顶上战争的边缘徘徊,做山官虎斗已变于做收渔翁之力。 所以全场他也看见了卡普对于艾斯的感情。 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一意孤行地去夺取艾斯的烧烧果实,卡普的拳头可能并不会像白胡子那样让他能够扛得住。 毕竟卡普没有果实能力,面对黑胡子手下的成员,个人认为一拳一个根本不是问题。 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呢? 所以别说夺取艾斯的果实,就像想要碰到艾斯的尸体都是冒住死亡的危险。 你们认为黑胡子有实力能夺取艾斯的果实能力吗? 好了,今天的动漫分享就到这里吧。 喜欢乌索普的小伙伴可以多多关注一键三连哦! 我是乌索普,我们下期见!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